中华民族最古老的经典著作《易经》是中国哲学思想的起源 无论是老子道可道非常道之中的道 还是孔子的五道一理贯之中的一 都来源于《易经》中最基本的诗讲 那就是一阴一阳之味道 那么阴阳是怎么产生的 它们之间是什么关系 阴阳的思想对中华民族 有了怎样重要的影响呢 台湾师范大学曾世强教授 将年龄我们一起感悟《易经》的智慧 敬请收看《阴阳之道》 我们只有一个地球 这句话现在大家都耳熟人详 因为听得太多了 但是这句话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大家看过巴比伦的文化 希腊的文化 你说它不同嘛 它又很相近 你说它相同嘛 它又差得很远 那到底是近还是远 到底是同还是不同 你看西方它的所有的文明 都是从神话开始 我想大家听了很多 巴比伦有巴比伦的神话 希腊希腊的神话 那当然中文也是很多的神话 可是神话能满足人类的需求吗 你能够生活在神话当中吗 我想不行的 神话听听 你总是将信将疑 到底就是在干什么 因此呢 神话没有办法满足 人类求知的欲望 所以就产生一种 叫做哲学 每个民族都有不同的哲学 而每个民族的哲学 实际上都是从神话里面 提升出来的 神话只有一个目的 就是解答宇宙人生的问题 哲学也只有一个目的 就是解答宇宙人生的问题 但是哲学 大家总觉得好深好远 好像都在向遥塔里面 我们中国自古以来 我们的哲学家 从来没有生活在向遥塔里面 你看孔子 他多半的贴近老百姓 老子 他多么的深入我们的人心 因为什么 因为我们是不分的 我们是合在一起 我们把理想跟现实合在一起 我们把高的跟低的拉在一起 所以神话 他慢慢形成哲学 哲学就变成什么 变成我们的智慧 那我们的智慧是什么 就是一本《易经》 我们对《易经》的认识 应该要很明确的 了解到《易经》 它不是告诉我们 什么知识不知识的 它不是 如果《易经》是一本讲知识的书 他老早就丢掉了 因为那么久了 什么都变了 你这留了什么用 《易经》所给我们的是智慧 《易经》告诉我们 一切一切都是人想出来的 都是人想出来的 我们不用虚拟 我们用想象 通通是人想象出来的 你说这是神话 那我请问你 哪个民族 他的学问不是从神话来 那个时候哪有办法 一下想得很具体 想得很 现在所讲的科学 那不可能了 想象都是从模模糊糊糊 从不清不楚里面 然后慢慢去具体出现 我们以前有手表吗 没有 就是有一个人在想想想 那以后手表就制造出来了 我们有钱有麦克风吗 没有 就是有人不断地想想想 想到最后麦克风就制造出来了 所有的东西都是人想出来的 我想这是《易经》给我们最高的一个答案 《易经》告诉我们 一切一切都是人想出来的 事实上 人类正是因为有了想象 才有了大千世界 林林总总的发明和创造 才出现了各种各样的意识形态和思想流派 那么《易经》的思想 又是谁想出来的呢 就是傅希想出来的 那大家一定很羡慕啊 那我也能够想出这些东西来 那不是很好吗 可以啊 地球可以啊 只有一个方法而已 减少你的欲望 你就可以往正当的方面去想 我们把想到的东西叫做天机 中文把它叫做天机 傅希是想的是人类最重要 而且是宇宙最高的一个秘密 旺物从哪里来 傅希是看到太阳 从东方起来 然后一直走一直走 从西方下去 他就知道了 天底下有一种力量 把太阳从东方拉起来 然后一直把它往西方掉下去 这个力量就使得万物啊 都受到它的影响 好像它就是宇宙的根源 那如果傅希是想到这里 那我们就觉得 这个人啊 那真是要虚拟 那真叫做虚拟 因为不切实际嘛 怎么会断定它不切实际呢 太简单了嘛 今天一个太阳出来 明天一个太阳出来 哪有那么多太阳 一天一个 一年就三百多个 哪还得了 就算有那么多太阳 东方有那么大的太阳库 可以储存吗 那边也要一个很大的太阳库 才能够一天掉一个 一天掉一个 所以傅希是 他就自己否定自己 我觉得这个对中国人也影响很大 人常常要反省 我们现在已经知道它不是实施 因为太阳它是永远存在的 只是地球自己在转 所以有时候看得到 有时候看不到 可是 会不会影响到我们的思路 不会 林刚傅希是他最起码告诉我们 有看得见的部分 就有看不见的部分 有一个力量拉上来 就有一个力量拉下去 它就产生了 有两种互动的力量的这种关联 一正一反 一上一下 这两个东西 就构成了什么 构成了太极里面的 两个重要的一个内涵 因此呢 他就很想 把他的思路 把它表现出来 让大家都知道 可是 那时候是没有文字的 傅希是 他把这个力量 用一个连续的线来代表 我想这是很了不起的一种做法 我没有文字 我说也说不清楚 我干脆画一个图像 画一个最简单的 今天叫做符号 那时候是连符号这个观念都没有的 可见符号也是人想出来的 他就画了这么一条线 也许当初连画的笔也没有 怎么画也画不出来 他就折一个树枝 就哪一段 这个就代表那个能量 那个力量 所以一画开天的真实的意义 就是一画开天辟地 我们讲到这里 已经很明确的知道 当初傅希是 他是用眼睛去观察宇宙万象 然后他靠他的想象 来替我们造出一套系统来 这套系统的总根源 就是一画 叫做太极 我想一切一切都是从这样开始的 傅希认为既然有一个能量 有一个力量 有一个方向 就有一个相反的方向 就构成了一种叫做什么 因此他就认为 有一个阴就有一个阳 有一个阳就有一个阴 福西上官天文下查地理 思索很久 终于一画开天地 这一画就是太极 宇宙中的一切都是从太极中生发出来的 孔子在他做的实意 也就是《义传》中写道 义有太极是生两仪 就是人们常说的太极生两仪 意思是太极中包含着一正一反两种力量 而这两种力量就是阴阳 那么阴阳之间又有怎样的关系呢 太极生两仪 两仪就是阴阳 如果福西斯想到这里他就很满意的 那我们也是很倒霉的 为什么 因为这就不要说分的观念已经出来了 有阴有阳 那是一个还是两个 那明明是两个吧 那两个就分了嘛 所以福西斯他就认为 一还是一 只是一有时候还是一有时候会变二 就是一根木头 你不去种它它就一根木头 你把它吃断了它就变成两小段 所以阴就是阳 阳就是阴 阴可以变阳 阳可以变阴 阴跟阳它不是可以分开的 它是有高度的配合性 后来慢慢他就想到 啊 我终于明白了 阴中有阳 阳中有阴 他怎么会明白呢 因为他发现了 把那根树枝一折断 就变阴嘛 那因为把它接起来又变阳 我想现在小孩子 你如果给他一根竹子也好 木头也好 他很可能不小心把它弄断了 弄断就哭啊 怎么办 我们用浇水把它接起来 这些事情对我们现在来讲 是很常见的现象 可是在当时呢 傅希斯是发挥了他高度的想像力 你会发现这个一化也叫太极也叫阳 所以我们汉字啊 在不同的场合 他有不同的读法 他有不同的意义 就从这里来 你说这一化算什么 这一化算太极了 可是到了这边呢 只要阴出现的时候 他又代表阳 同样一化 在不同的位置 它不同的含义 这个汉字里面是用了很多的 大家有没有发现 一二这个二 跟后来那个可物 可物的那个物啊 是很接近的 二就是有二心 就是很可物 这种观念都是从一经来的 一你就觉得很愉快 为什么 因为大家合在一起 同时呢 它的力道很强 我们今天说同心协力 才有这种一的感觉 二就开始分了 所以他说 如果阳是阳 阴是阴 对吗 那阳上来 他可能往那个方向去吗 他阴上来 可能往那个方向走啊 两个不配合 两个不卸调 彼此不调和 这个宇宙会那么有哲序吗 你看我们又得到一个观念 就是说 宇宙看起来很乱 实际上它是条条有理 它是非常有规律 非常有秩序的 就是乱中有序 你看世界上所有的东西都是乱 但是它都有戏 乱中有戏 这个也是值得我们好好去体会的 老子说道法自然 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道法自然不是说道去效法自然 那不是这样子 因为道本来就是自然 所以道法自然这个法 在这里应该解释等于道就等于自然 可是当中文讲等于的时候 我们还有不等于的意思 我想这一点是最神奇的 我们中文慢慢要去了解自己 因为它除了自然之外 它还有一点别的东西在里面 我们用伦理两个字来解释它 已经那句话我们重复好几遍 叫做至天又至 既无不利 就是你自己去了解天理 然后你又顺从自然 你就会得到吉祥 你就不会有什么不利的后果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呢 我们所重在人在自己 我没有悟到天理 我有没有去悟到自然的道理 其实易经就是把自然的规律 把它转移到人事方面的伦理 所以伦理从哪里来 从自然来 自然那么有持续 是谁在管呢 如果傅西士当年说神在管 那我们就产生宗教了 他说没有 这是阴阳的互动 它是自然的孕育 并没有什么特殊的主宰 没有 我们现在从物理学上 大概可以了解到 易经其实是比较接近真理的 就是说它有两种不同的力啊 这样子交付的去作用 那很自然就产生万物 而且它会不断的运行 易经认为阴阳是太极生发出来的 而且是阴中有阳 阳中有阴 阴即成阳 阳即成阴 彼此之间是互动合一 力不可分的 叫做易阴易阳之味道 那么这种阴阳的观念 对于中国人的思维方式 有着怎样的影响呢 世界上所有的学问 我们如果要用一句话 来把它说清楚 各位认为有这个可能吗 我相信很多人一定摇头了 哪有那么简单呢 其实真的一句话 就可以概括包含所有的学问 那就是《易经》里面非常重要的观念 一阴一阳之味道 今天生物科学家已经讲得非常清楚 世界怎么能够生生不息 就是因为有物种多元化 有不同的因素互相激淡 互相作用 它才会生生不息 如果物种一元化 搞到最后所有物种都没有 只剩下人类人类也会死亡 一句话讲完了 没有矛盾就不会起变化 不起变化就是死路一条 这一阴一阳之味道 非常清楚的在我们脑海里面 这个一阴一阳之味道啊 它并不是说一个阴一个阳 那么合起来就叫道 不是这个意思 而是说自然的变化 各位没有发现世界上万事万物 不外乎四个字 自然孕育 但是它背后有一个道理 那个道理它是永恒不变的 如果那道理一变 那就每天出不同的发样 那社会还有持续 那我们对自然还有信心吗 一阴一阳之味道 告诉我们自然的变化 就是阴阳之道 阴阳这两个字 是谁加进去的 是孔子加进去的 孔子说 一有太极 四身两意 而这两意就是一个阴一个阳 我现在讲一个阴一个阳 各位一定要清楚 中文讲一个就是两个阳 两个就是一个 他告诉我们这个一里面 是含有不同的东西在里面 那含有多少东西 其实这个我们很容易了解 就是正 仿 上 下 高 低 轻 重 就是相对的两种 很多人一想到相对 就让它世界上没有绝对的 没有这回事情 你看我们说世界上一切一切都是绝对的 绝对没有相对 你有没有听出来 这句话本身就非常绝对 它根本就是绝对的 哪有那么绝对的 这就告诉我们 一切都是有例外的 这个在《易经》里面是非常重要的观念 太极是我们的共性 人再大也不过是个太极 人再小还是一个太极 人人都是太极 甚至于汉字里面 每一个字都是太极 叫做一字一太极 可是它会变化的 它里面有阴阳 因为中国人同一个人 有时候很讲信用 有时候非常不讲信用 有时候很守时 有时候不守时 有时候很振奋 有时候很沮丧 随时都可以看得到 人有情绪的变化 同一个人 他里面有不同的情绪 有时候他感觉到世界真是冠名 充满了希望 有时候又觉得到处都是坏人 怎么我那么倒霉呢 同一个人 同一个太极 他分阴分阳 坏人是不是一定坏人 不一定 坏人偶尤也会做好事 好人是不是一定不会做坏事 也不一定 经常好人他做了很多坏事 说阴就是阳 阳就是阴 阴可以变阳 阳可以变阴 我想这种观念 那影响中国人实在是太大了 因为西方人他比较认为 阴就是阴 阳就是阳 这是两码事 你问西方人 阴阳是两个东西还是一个东西 我保证答案是说 两个东西很简单 阴就是阴 阳就是阳 可是中国人会告诉你 它是一个东西 一个东西里面还有两种成分 一种叫做阴 一种叫做阳 合起来它就叫太极 太极分出去就叫阴阳 所以如果讲一 它就是太极 如果讲二 它就是阳跟阴 那这种观念 我相信我们是很容易接受的 已经给我们的一内行二的思维 和西方二构成一的认识 使得东西方人的观念 有了生和分的差异 那么东西方的这两种不同的思维方式 反映到现实生活中 又有了怎样的区别呢 一分为二 这是事实 一生二 也是事实 但是这两个字 我们真的要好好去想一下 一个叫做分 一个叫做生 分是什么 分就是分开 分开分开 西方人看这个地球 看到最后 就看出一个结果 他说 我知道了 就是一分为二 一个细胞 分裂成两个细胞 二分为四 两个细胞 分裂成四个细胞 那四分为八 八分为十六 十六分为三十二 这样无穷无尽的 就产生万物 你不能说他不对啊 他本来就是这样子 可是片面中国人 他的看法不太一样 他认为是一生二 二生三 三生万物 下面他就不讲了 又不需要讲嘛 万物都产生了 你给他讲什么 你看一二三 再说去还是一二三 再大还是一二三 他通通是一二三 老子说 一生二 二生三 三生万物 用易经的思维来解释 一是太极 是一切变化的根源 二是阴阳 三是阴阳的互动 如此一来自然可以生出万物来 一经广大精威 无所不薄 一经广大精威 那么世间万物 又是如何从两泥 进一步变化而来的呢 我们现在一定要了解 中国人很多思维 是从易经来的 易经告诉我们 世界是一所构成的 可是这个一啊 如果是单纯的一 那就是一到底了 那这不会变化嘛 那怎么会有万物呢 你管是有阴有阳 如果两个不互动的话 那有什么作用呢 那不能发生作用了 所以他就知道 阳一定会跟阴 它会碰在一起 阴会跟阳 会化合在一起 这样才会产生万物 世界上东西 它有阴有阳 而且分不开 你看一天就好了 你早上起来 太阳已经出来了 你会觉得热吗 不会 你知道上面是热的 但是那个太阳 就热了 就叫老阳 到了黄昏的时候 你会感觉到 下面还是很热 但是上面已经开始凉了 因为夕阳它没有什么热的 上面凉凉的 下面热热的 叫烧阴 到了晚上十二点 哪里都冷 就叫热热 就叫热热 一天从早晨起来 它就是从少阳到老阳 从老阳 从黄昏开始 就是从少阴 然后到半夜 就是老阴 一年来看 春夏是阳秋冬是阴 所以你不管在哪里 你都可以用太极生两仪 两一生思想 来看所有的变化 你只要把这个搞清楚 然后采取动态平衡 你就完全了解 我们应该很尊重复习 因为它那个起点很高 很全 而且让我们永远可以遵循 这就叫做金 所以为什么把一金 变成群金的第一个 其实它是所有 诸子百家 共同的起源 叫做群金之源 无稀一画开天地 这一画就是太极 太极包含着阴阳两种力量 也就是两一 而阴阳的互动又产生了四项 那么接下来四项 又是如何产生八卦的呢 这八个卦又分别代表着什么意思呢 我们下一集再讲